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著名外交家前正英 全国政协员副主席 水利水电专家前学森 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前三强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主要奠基人 被誉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前伟长 全国政协员副主席 世界著名的杰出华人科学家 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前选童 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前幕 中国学书解尊之为一代宗师 更有学者为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 国学宗师前中书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文学研究家 其作品为称被誉为不朽之经典前永健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其中单拎出来 任何一个人都是名流青史的人物 寻常家挺出一个栋梁之才 以实属不易 然而前世家族却长将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强 不少人会说 这个家族的基因太强大 那基因问题对我们来说难以改变的话 我们就暂且抛开 优良基因遗传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吸取一些经验吧 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前世家族的家训了 前世家训是前家先祖五代十国时期 吴越国国王前流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 由于篇幅的限制 我们就不展开论述 谨 谨罗列个大改 前世家训个人偏心术 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 皆当无愧于圣贤 增子之三行物棒成子之四真一配 十公不可不谨言 临财不可不连借 处事不可不决断 存心不可不宽 后尽前行 这必不窄向后看者 眼界宽花般柳密处 拨得开方见手段 疯狂宇宙时 立得定才是脚跟 能改过则天地不怒 能安分 则鬼神无权读经传 则根底深看史见 则一论伪能文章则称 数多序道德 则福报后家庭篇 语造优美之家庭 虚立良好之规则 内外门屡整洁 尊卑次序谨言父母播书孝敬欢愉 轴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 祭祀宜成 子孙虽于 师叔虚读取习求淑女 物济庄联 嫁女则女则家序 五目复贵家父提携宗族 致义属与宫田 遂及镇继亲朋 仇人将予亦素勤俭为本 自必封亨 忠厚传家 乃能长久社会偏信交朋友 灰谱香林 蓄寡光孤 敬老怀游救灾周急 排难解分修桥路也立人行 造河传以继众度兴启蒙之义属 舍及古之舍苍思剑尽要铲除 公义该行提倡不见利 而寝谋 不见财而生极小人故当远 断不可险为仇敌 君子故当亲 亦不可取为附和国家偏执法如山 守身如玉 爱民如子 去度如囚言以寓意 宽以续民观看 注意一分 民受十分之会上能吃苦一点 民瞻万点之恩利 在一身无谋也 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 在一时故谋也 利在万事者 更谋之大之兴邦 不过极众思 大于勿国 只为好自用聪明 睿智 守之以鱼 功备天下 守之以让永利振士 守之以切 富有四海 守之以千妙堂之上 以养正气为先 排语之内 以养元气为本物本节 用则国父 尽显使能则国强 兴兴学育才 则国胜 教邻有道 则国安有兴趣的读者 不妨买一本前世家训细细品读 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 其实 前世家训应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遗产 我们都知道 教育是许多家长的必修课题 也是每个家庭的重大任务 如果能从大家族借鉴一些经验 必定会教育子孙 普则后代